谢谢你 谢谢你啊 谢什么 万利 立家联合还是椰子机啊 谢谢你给康宁一排练 小事啊 大家都喜欢音乐嘛 你知道 我和前男友是为什么分手了吧 你想说吗 他一开始表现得 对我有女儿这件事情 我完全不介意 他出差还会给康宁带礼物 知道他看到女儿 跟我生活在一起 他表现得是 非常明确的抗拒 所以你担心我 只是在表演 我没有说你在表演 只是 你以为的和你真实的感受 可能会有特别大的不同 而且 妮妮看起来很活泼 但是她心思很重 我能看得出来她很喜欢你 我不想她有一点伤心 其实在那之后 我跟我妈聊了很多 我才发起意外 我那时候 自以为没有什么反应的反应 其实 其实是很伤人的 但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我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 是需要时间来判断的 你不用那么着急给我答案 是 时间 但我还是希望你 不要抗拒我 最起码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像现在这样做朋友 不好吗 不好 我们不能是朋友 虽然我真的不知道你之前 受过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但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我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这段时间 我也会尽快地跟上你的节奏 当你觉得 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的时候 请你告诉我 我随时都在 好 我知道了 那 快回去吧 你上车啊 我 我想看你走回去